Hello,大家好,今天我将讲解50个最常用的英语句子 学会以后,不管你是去国外旅行,还是在英语国家生活,都方便很多 我是哲雷老师,我们就开始吧 How is it going?进展如何? 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问你 How are you?就是问你,你最近怎样了? 那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回答 我们可以说I'm very busy,我挺忙的 或者是说I'm very well,我挺好的,都可以 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 这个句子呢,是用在很久没有见到一个朋友或者同事的时候可以这样说 Long time, no see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你最近在做什么? 这句话呢,一般是用在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对方的时候问了 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呀?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Can't complain 不能抱怨,那么这个只是字面上的意思 它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指一切都挺好的 这是用在别人问你,你最近怎样啊? Can't complain 一切都还挺好的,挺顺利的 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这个意思啊 Can't complain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的? How do you know? 这句话是用在别人问你一件事情 但其实这件事情你还没有告诉过对方 比如说你要去旅行了 但还没有告诉对方这件事情 但是对方却问你 你要去巴黎玩几天啊 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你就会说 How do you know? 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巴黎旅行呢? 对吧 That's a good one 它同样也可以表达 That's a good joke 的意思 其实就是讲 别人讲了一个挺好笑的笑话 你就这样说 表明说 你刚才讲的那个笑话 挺好笑的 That's a good one 所以一般不会讲 That's a good joke 直接说 That's a good one It's very kind of you 你真好 对方对你非常的好 帮你做了很多事情啊 帮助你了 你可以这样说 It's very kind of you Thank you anyway 这句话呢 是用在 别人可能是尝试着去帮你 但是其实没有帮到你的时候 你要谢谢对方啊 无论如何都要谢谢你 虽然说 你帮我的这个事情 没有帮到 没有做完 但是人家的这个 已经帮了一部分 你要去感谢人家 就可以说 Thank you anyway Thank you in advance 就是提前感谢你 这句话呢 是用在一般是说 别人 你要求别人帮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但是别人还没有做 你就提前感谢对方 一般来讲 我们会用在写电邮 给对方的时候说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帮我 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 请对方帮你发一个会议纪要 或者帮你打个电话什么的 你就会说 Thank you in advance No worries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这个事情 这句话呢 是用在别人做错了事 他本人呢 可能挺不开心的 你就会去安慰他说 No worries 不用担心 It's fine 没事 不用担心 没事的意思 No worries 挺简单的 对吧 What's going on 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说有一天 你回到家里 突然看到你的朋友 全部在你家里坐着 而你呢 却没有被通知到 你就可以说 What's going on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怎么都跑我家里来了 干什么呢 就这个意思 What's going on Did I get you right 我没听错吧 这个是在别人 讲了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跟他确认说 我没有听错吧 你讲的是这个意思 对吧 Did I get you right 你就重复了一下 对方说的话 或者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说出来以后 紧接着你说 Did I get you right 我没有听错 你刚才讲的吧 是这个意思 对吧 Don't take it too hard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意思就是说 可能某人在生气 你就让他 不要为这件事情生气 不要为某个人生气 觉得不值得 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了 没事 没什么大事 Don't take it too hard I didn't catch the last word 我没有听清最后一个字 这也是在别人讲话的时候 他最后的一个字 你没有听清楚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讲 意思就是让对方 再重复一遍 I didn't catch the last word Sorry I wasn't listening 对不起 我没有听清楚 就可能是对方 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可能有点分心了 可能他后面半句 你没有听清楚 同样的也是让对方 再重复一下 Sorry I wasn't listening 就我没有听清楚 It doesn't matter 这并不重要 就是没关系的意思 用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别人在跟你说 对不起的时候 你就跟他说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可能别人踩了你的脚 跟你说对不起 你就说 It doesn't matter 没关系的 Fingers crossed 那么这句很简单了 就是我们会用那个手指 cross一下 意思就是祝福对方 祈祷 祝福对方 比如说别人去申请一个新的工作 去考新的大学等等 你就祝福对方 My fingers crossed 或者直接说 或者直接说 Fingers crossed 都可以的 Oh that That explains it Oh那个 这就说明了他 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有一件事情 你没有明白 别人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告诉了你具体的原因以后 你最后终于明白了 你就可以这样说 Oh that That explains it 这个explains 就是解释了 就是说明了他的意思 Oh that That explains it Things happen 事情发生了 这句话呢 一般是用来安慰对方的 要对方呢 不要不开心 我们生活中都会有这样那样 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我们就说 Things happen Sorry to bother you 对不起 打扰你了 这句话是用在 你可能准备让对方 做一个什么事情 那么他可能正在 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说 我可能要打交你一下 打扰你一下 然后我想让你帮我 做后面的事情 但还没有说 就是说 Sorry to bother you 对不起 打扰你一下 你可以告诉我一下 几零几房间 是住的什么人 或者是说 几零几的房间的客人 他们回来了吗 如果是在酒店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对话 或者说 Sorry to bother you 银行 该往你个方向走 Sorry to bother you How can I get to the bank 我怎样去到银行 你可能是在这个城市 比较新的 找不到路 可以这样讲 Sorry to bother you I'll be with you in a minute 我很快就过来 就是讲 我很快就过来帮你的意思 这句话 一般是用在一个商店里面 或者是咖啡店 可能工作人员正在忙 正在为别的客人服务 那你这边跟他说 你这边需要一点服务 他就会说 I'll be with you in a minute 我一会就过来帮你了 我一会就过来服务你了 就这个意思 I'll be with you in a minute Where were we? 我们说到哪了 就你跟朋友讲话的时候 讲了一件事情 可能当中另外有一件事情 插入进来了 但是原来的主题 就没有进行了 突然想起来 我们聊偏了 我们该回到我们刚才 聊到那个话题那里去了 Where were we? I'm sorry I didn't catch you 对不起 我没有听懂你说的话 就是说别人讲了一件 可能比较难明白的事情 你听清楚了 但是还是没有听懂 没有听明白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Sorry I'm sorry I didn't catch you Lucky you 你真幸运哦 你真幸运 比如说某人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比如说进入了名牌大学 或者进入了500强的公司工作 赢了彩票等等 都可以用这样的话呢 来祝福对方 Lucky you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去祝福对方的一个句子 非常短 就两个字 Lucky you 你真幸运哦 I freaked out 我吓坏了 其实这句话呢 它是用来表达一种 你特别气愤的句子 表达特别特别的气愤 very very angry 我们就说 I freaked out I freaked out good for you 对你有好处 也是一种祝贺你的意思 但是注意这句话呢 要看它的语气了 比如说 在真正的正面的祝福对方 祝贺对方 我们会说 比如说有朋友升职 我们说 good for you 或者是说 good congratulations 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 祝贺你 那其实呢 有一个挺不友好的同事 比如说 有一个挺不友好的同事 要离开公司了 你说 good for you 那个语气就是有点 另外这种 语气不一样的 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 没有你在我们这公司更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负面的 就注意它的语气 它有好坏 两种意思 good for you 就听语气了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你已经在跟我开玩笑吧 就是只听到一件非常惊讶的事情 来表达你的这个非常惊讶的意思 比如说 某某个星 某某电影明星 又结婚了 就这样子的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Cheer up 打起精神来 让某个人 笑一笑 打起精神来 可能你的朋友同事 美金打采的 你就 可能因为他在 有考虑一件 可能不开心的事情 你就跟他说 打起精神来 Cheer up Cheer up 就是打起精神来 Come on You can do it 来吧 你能做到的 这句话呢 是用来给人鼓气的 比如说你的朋友 或者同事 因为做不到某件事情 你去鼓励他 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完成 五公里的跑步 你就可以说 Come on You can do it 你能做到的 五公里又没多远 你是个男生 又那么年轻 就这个意思 Come on You can do it Keep up the good work 继续努力吧 这句话是用在 对方做了很大的 尝试和努力 而且取得了一些 小小的成绩以后 就告诉他说 Keep up the good work 意思呢 其实也是鼓励对方 继续的做下去 做得更好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不是世界末日 比如说这次 有朋友考试考得不好 或者是 有朋友面试没有通过 你就会跟他说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不是世界末日 你还有其他的机会 你可以再考一次 你可以再去找一些 新的公司面试 都可以的 对吧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That's amazing 这句话是表达 令人吃惊的意思 OK 比如说 某某同学 某某同事告诉你 这个程序可以帮你 自动写电子邮件 你就觉得很神奇 很惊奇的时候 你说 Wow That's amazing That's amazing OK There you go 字面上是说给你 其实是讲的 就是说 我知道你能做到的 它是用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朋友 他经过了一个 比较大的挫折 或者小挫折也好 他最终成功了 你就可以说 There you go 我告诉过你 你能做到的 你能做到的 我以前告诉过你 There you go 就是用在这样的情况下 There you go 你能做到的 Not a bit 一点也不 这个 Bit B-I-T 它就是一点点的意思 A bit 一点也不 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是这样 那用在什么时候呢 就当别人问你累不累 饿不饿的时候 你不累的话 你就说 Not a bit 我一点都不累 或者是 别人问你饿不饿 你可以说 Not a bit 就是我一点都不饿 挺好的 不饿的 There is no room for doubt 不容置疑 这句话的意思 这个doubt D-O-U-B-T doubt 就是疑惑的意思 No room 就是没有空间 没有这个疑惑的空间 就是根本就没有疑惑 不容置疑 就是这个意思 There is no room for doubt I'll text you 我给你发短信 这个text呢 本来是就是短信的意思 在这句话里面呢 它的意思就是发短信 变成了一个动词 I'll text you Text和U 我们是这个T 最后这个text T的这个音是最后听不到的 I'll text you 我给你发短信 那同样的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给你发微信 该怎么说 请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答案 好吗 It's not worth it 这是不值得的 Worth W-O-R-T-H 就是值得 那么not 在前面就否定掉它了 就是不值得 It's not worth it You rock 你真厉害 Rock 是野石的意思 就是很硬的石头 很大的石头 Rock 那么 You rock 就是表达 你很厉害 你真厉害 You rock You should go the extra mile 这个mil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达距离的 这个英里 我们是用 有公里 这个mile 是英里的意思 那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应该多走几步路 言外之意 就是说 你应该 更加的努力一些 你走得还不够远 你的努力还不够 You should go the extra mile Step up your game 意思就是说 加强你的游戏 开始表现得更好 你都看到这里了 你肯定喜欢 哲联老师的讲解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亮响铃铛 以后你就不会错过 每个新的发布了 Pull yourself together 振作起来 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埋怨了 振作起来 Pull yourself together Pull是拉的意思 就把你自己拉起来 就是一个人不振作的时候 他就好像很软软的 一坨这样子 对吧 Pull yourself Pull yourself together 就是振作起来 You sold me 你说服了我 这个sold呢 就是那个sell 销售的意思 S-E-L-L sell的过去是 那为什么用这个sold me呢 就是指已经做好了 这件事情了 sell这个事情 已经做好了 过去在做的事情 一般是因为是 一般国家的这种销售的人员 他去推销的时候 他成功了 他就是把对方给说服了 对不对 说服对方买他的东西了 就是你 You sold me 但其实这个呢 就是用在朋友之间 可以这样说 You sold me 你说服我了 Good and carel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不屑一顾 你呢 对这个谈论的话题呢 一点都不感兴趣的意思 就我根本对这个东西 不感兴趣 不管是谈论的话题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 根本不感兴趣 就说 Couldn't care less This is a no-brainer 意思就是说 Easy decision 这是一个不费 吹灰之力的决定 No-brainer 就是指 根本不费 脑力的意思 因此呢 就是说 很容易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 决定 等于就是说 Easy decision 的意思 This is a no-brainer Easy decision You screwed up 你搞砸了 Screwed up 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呢 并且去承认一个错误呢 我们也会说 This is my mistake I screwed up 对方搞砸了 就是You screwed up OK 我们有screwed up 它是一个短语 表示把事情搞砸掉了 Screwed up 你可以跟人家说 你别 你不要把事情搞砸 Don't screw up 可以这样讲 You are driving me nuts 你快把我逼疯了 你快把我逼疯了 Driving me nuts 那为什么有nuts呢 其实有一个历史呢 我讲一个小小的一个典故吧 也就是讲 它是从nut来的 nut本来是指这种 比如说干果 我们吃的那种nuts 叫干果 对吧 它很早以前呢 因为在英语的文化里面 它是指人的头 后来呢 又把这个演变为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呢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就他没有非常正确的 一个思维的一个人 就有点疯掉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讲 You are driving me nuts 就是你要把我逼疯了 就是从这样一个 典故来的 Can you cover me 你能掩护我吗 这个cover 就是掩护的意思 在公司里面 比如说我要先溜掉了 今天 让同事帮我打打掩护 再把老板面前 打打掩护 我们就可以说 Can you cover me 同样的 在战场里面 同样的也是这样一个句子 表示让战友 来掩护我们 去进攻敌人的时候 也是 Can you cover me John 约翰你能够掩护我吗 我从这边 抄小楼去打 去打几枪 对吧 就这个意思 Can you cover me 你能掩护我吗 I'd better be going 我还是走吧 意思就是说 哎呀好像 有点晚了 我得走了 或者你去参加一个活动 在外面碰到朋友 什么的 聊了一会儿 聊了一段时间了 觉得哎呀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I'd better be going 我该走了 Thank heavens It's Friday 谢天谢地 今天是星期五 这个heavens 就是天的意思 天堂 Thank heavens 感谢天 感谢地 谢天谢地 It's Friday 今天是星期五 为什么星期五 这么开心高兴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 星期五 经过一周的工作 今天星期五都很开心 明天就是周末了 休息时间快到了 所以这句话呢 一般是用在周五的时候 来说 表达的是说 期待已久的周末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这句很开心的意思 那么其实周六也可以说的 这个话周六也是可以说的 那就把Friday改成Saturday 意思就是说 哎呀 我今天不用工作 开心 我是休息天 就这个意思 Thank heavens It's Friday 可以把Friday 换成Saturday OK 第五十句了 我们最后一句 Take care 照顾好自己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 说再见的方式 你跟朋友会面 然后就说 再见 拜拜 然后对方可以说 Take care 或者是 Take care of yourself 好好照顾自己 字面意思是说 好好照顾自己 其实就是讲 再见的意思 咱们 再见